二胡协奏曲 二胡协奏曲是2000年第九届台北国际二胡比赛的指定曲目 它是一首现代派的作品 泛调性的旋律和游移性的风格 使其音乐形象既抽象又夸张极具戏剧性 第一乐章 行版 梦幻般的影子仿佛把人们带露了仙境 旋律在朦胧的意境中缓缓流淌 时而欢乐 时而刚烈 犹如在时空隧道中畅扬 第二乐章 徐缓的漫版 既有对昔日往事的回忆又有对美好未来的畅想 第三乐章 动感十足的快版 丰富的节奏配强有力的伴奏音型 使整个乐章富有强烈的律动感 一 影子 一开始的影子最重要的是音色的控制和意境的营造 在演奏时 你的脑海里感觉就像在放电影一样 旋律鼓鼓地流淌出来 那么怎样才能演奏出这种朦胧 神秘 梦幻般的色彩呢 首先 运弓的力度不宜过大 尤其是弓子不能下压 否则音色就会变得很死 其次 弓速一定要均匀而平稳 好像流水般缓缓地流淌 再次 要注意调整你的呼吸 在第一个音开始前 要深吸一口气 等到第一个音揍出以后才慢慢地吐气 整个影子的呼吸频率都不能过快过急 要以旋律的起伏来安排气息 就像这样 另外 还要特别留意 力度也应该随着气息的运用而逐渐地加大 这样才能使音乐富有层次感 并且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二 第二乐章 中段的爬音段落 在第二乐章里 有一段快速爬音段落 由于此段的演奏均用连弓 因而较容易出现含糊一片的现象 而且由于难免会心慌 所以演奏起来就更容易抢拍子 所以在练习时 除了先用分工放慢速度练习以外 还得找准拍点 使得每一拍的重音都能够站稳 做到心中有拍 三 第三乐章的高音快速换把段落 在第三乐章的尾声之前 还有一处具有很高技巧性的乐剧 在演奏时 这一句要特别注意弓段的分配 节奏的稳定 音准的把握和换把的利落 并且不能带有滑音 尽量减少换弦的幅度 感谢观看